詞曲 李宗盛 雅琪 詞 曲 李宗盛 讓我們歡迎竹北國小黃雅琪老師帶來的演講 當學習沒有標準答案 我們如何生而為師 大家好 我是雅琪 那我來自竹北 那一個號稱 升學競爭比台北還要激烈的地方 真的 竹科人太多了你知道嗎 那在這個環境當家長對孩子的升學都感到焦慮的時候 若你的小孩寫了這樣子的考卷 大家看得出來嗎 他的選擇題選項1 2 3 他答案寫6 7 不知道你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但是不瞞大家說 這就是我寶貝兒子小醫生好不好 他是四卷小白 所以他有一天寫作業寫了這個給我看到 我覺得很好笑 我想說那你為什麼會寫6 7 你們知道為什麼要寫6 7嗎 其實呢 因為他題目說 根據課文選一選 所以他寫 這是第6課的答案 還是第7課的答案 哇 對 我就覺得 哇好好玩喔 我就快把我的答案分送 晚上10點多了 我就分送給我親朋好友 你們猜他們得到什麼反應 哇 你兒子天才耶 我想認識他喔 有那資產老師說 我教書20幾年 沒有看過這樣子小孩做的 來 大家給我認識一下 但是也有人說 語眾欣賞說 跟你兒子講 要好好讀書 以後呢 這樣子呢 在新竹找不到好的工作 那呢 你知道 親夏指數最高的是誰嗎 猜 阿公阿嬤 沒有阿公阿嬤 不太看Line 有一個人知道嗎 半夜都嚇醒了 你們猜是誰 阿公阿老師 阿對 他的老師 他的導師 老師被嚇醒了 他還給我Line的圖 老師說我嚇醒了 他說很高興我跟他分享 他說可是我有檢討過考卷啊 所以他說 我要趕快再幫這群孩子怎樣 加強 練習 不斷地在寫考卷 對不對 為什麼他孩子會 大人會如此的焦慮 因為他們習慣標準答案 我兒子就不是寫標準答案 沒有用標準答案的做法寫了這張考卷 對不對 那我們試想 為什麼我們習慣標準答案 你習慣嗎 有默契 對我來講 因為他的標準答案也給我安全感 我也是一個 我剛剛講過 我是一個曾經 曾經 長高欲望很強烈的老師 我喜歡訂很多班規 讓我把孩子進來之後就知道他做什麼 所以我班子的秩序都會很良好 我也喜歡改標準答案的作業 不知道老師們是不是 因為改很快 1 2 3 3 2 1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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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可以改編很多快速 但是呢 我也很習慣有教學手測在旁邊 我每周有固定的教學流程 因為它讓我很安心 我可以掌控我的教學的脈絡是什麼 但是人生真的有那麼多 有標準答案的時候嗎 那我們因為掌控了孩子走的路 我們有安全感 但是在這個高度的掌控之下 可能發生什麼問題 曾經我在一個課堂上遇到一個孩子告訴我 老師我就是垃圾 他對自己的期待就寫我是垃圾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一到六年級 我從來沒有做個給我導師滿意的答案 我從來也沒有符合我爸媽對我的期待 所以他們對我沒有期待 我對我自己更沒有期待 所以我覺得我人生是無望的 我就是個垃圾 但這是個個案嗎 剛才兒福聯盟裡面講到2023年的調查裡面 有私承的孩子對他們的學習課業是有壓力大的 還有一成我的家長曾經因為課業 用言語辱罵過他的小孩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辱罵過自己的小孩 行事一下好嗎 我沒有我兒子寫六七 我還是快講他 喔你很好功課寫完了 我們再鬧一下 但是呢更讓覺得難過的是有四成的孩子曾經因為課業的學習 有親生的念頭 那有一成二的孩子表示 就算我跟我的父母表達我未來的志向 可是他們根本不尊重我的意願 為什麼大家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大人想要掌控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婚姻中的理論就是 像放風箏 大家想想老公的臉跟老婆的臉 你有沒有試著想要精簡地掌控他的一舉一動 但是這種自行的愛會讓對方怎樣 更想 逃離 欸你放心啊我婚姻目前很幸福喔 有沒有眼神看著我 我老公有來的 他告訴我千萬不要叫他揮手 所以我不會讓他揮手的東西 好 他就想逃離 有時候太緊的時候 風箏線 風箏飛不動 不是我們想要的 風箏線有可能斷了 飛走了也不是我們想要的 那我們試著把這個關係放到教育上面 我們何嘗不是那隻手 因為不能離開這個點 所以我就這樣那隻手 緊緊的想抓住那個風箏 那個孩子我們想要掌控他飛的高度和去向 為什麼我們那麼想要掌控 因為我們害怕失敗 2018年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3裡面指出 台灣的學生是在測驗你的國中裡面 最害怕失敗的 那有這樣子害怕失敗的學生 長大之後會不會變成害怕失敗的大人呢 我不知道你們害怕失敗 我是很害怕失敗 我害怕我是個失敗的老師 因為我會在意別人怎麼看我 我也是個害怕失敗的媽媽 因為我很在意別人對我的評價是什麼 你孩子評價說 你自己是老師 小孩都教不好對不對 就常常被講成這樣 老師的小孩最可憐了 常常講 你這老師 自己小孩教成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不會很多包袱害怕失敗 會 可是人生有沒有很多時刻都有標準答案嗎 不會失敗嗎 就像我永遠不知道我剪什麼髮型 可以立馬讓我看起來像瘦十公斤 然後圓臉變成鵝蛋臉 你不去剪 你不知道 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你適合哪個男人 然後加給他會幸福一輩子 欸我沒有剪過很多次 因為我講的時候我常常說你是剪過很多次 是不是 不是我表達的是 因為我不知道哪個類型的男人適合我啊 這是個未知的未來 你沒有結婚你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你也不清楚 可是這才是人生啊 因為太多的 不知道 我們太多的未知 在DFC的教學走 我 厘清了這一點 原來人生是那麼多的未知模糊 所以我們要懂得學習面對模糊 練習失敗 例如什麼 我在DFC的過程中感受 我每次想要引導孩子 對這件事情的感受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會給我的反應是什麼 他們內心真實的感受是什麼 你有辦法掌控嗎 沒辦法 然後我每次請他們去訪問路人 你會知道那個路人的阿伯 會給學生怎樣的回饋嗎 也不知道對不對 然後在實踐的那個過程中 你永遠不知道小組之間 會發生怎樣的衝突 他們會面臨怎樣的困難 這才是真實的人生不是嗎 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才發現 DFC的教學讓我 可以帶領的孩子 陪伴他們 一起挑戰未知 練習模糊 練習失敗 這才是真實 符合人生的學習 來大家看看這群孩子 看到什麼 看那個群孩子 那是戴口罩 但是去年3月5號 我們利用班親會的時候 這群孩子在學校完成了一個 DFC挑戰最後個步驟 分享的活動 他們很開心 做了以下的事情 他們不僅跟學弟妹 還錄到不同的班級 跟各班的家長 還有到活動中心擺攤 然後去講他們寶特餅開 是如何再利用的 當天看到很多滿滿的回饋單 給他們很多正向的回饋 那你們知道嗎 這群孩子在上台之前 他們的導師是擔心的 你們猜擔心什麼 因為我是客人老師 所以他們有班導師 他們班導師對他們的表現 會是擔心的 你們猜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 在竹北3月的時候 成績排名比較前面 或是本來就能言善到的孩子 都跑去做什麼事情 補習 準備考什麼 失蹤 所以禮拜六可以來的 就是平常可能在班上 比較害羞的孩子 所以老師想說 這群孩子可以嗎 我說可以 你放心 然後家長在質疑 我小孩花那麼多時間做這個幹嘛 什麼垃圾變黃金 到底要怎樣叫撿垃圾 他們也充滿了很多質疑 但是我們當邀請家長 來這個活動的時候 有個媽媽在台下看著她女兒 在台上拿著海報 然後跟大家介紹她的行動的時候 她就哭了 因為說她從來沒有發現 她平常那麼害羞內向的女兒 在家裡幾乎都不講話的女兒 有辦法面對人群 跟學弟妹介紹她的行動 她的設計裡面 她從來沒看過她孩子的真一面 她很感謝老師 也很感謝學校提供這樣子的活動 那她的焦慮的導師呢 她這樣的導師其實本來是想說 老師你幹嘛花那麼多時間帶這個東西啊 可是她看到了 原來她的焦慮 她的不信任 在老師信任的陪伴之下 這群孩子平常 安安無關的孩子在台上發光發熱 所以她今年也自己 答應我要跟我們一起做 帶一個新的班級從事DFC的挑戰 所以呢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她想試試看自己也做得到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相信孩子 也是相信老師自己 我們相信他給他勇氣 所以他們才可以台上 展現出他們平常不同的風貌 這個就不是用科業可以衡量的 提供孩子不一樣的舞台 給孩子不一樣的詮釋的角度 他們會做給你們看 所以我邀請大家 相信我們 我們相信孩子 他們就有勇氣去面對未知 面對模糊 甚至去練習如何失敗 因為他們知道 我們會是他們最強大的後盾 如果你們有這種信念 下次看到你的小孩 寫考卷的時候 再用非標準答案的方式作答 你們還會感到焦慮嗎 我是竹北國小的黃小橋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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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